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在这个凡事讲求快速的时代 其实有一些美味是值得令人慢慢等待的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为您介绍一连串用古法酿出来的美味 首先介绍您这家位于在苗栗的三亿乡 海拔八百多公尺的山顶有这么一家餐厅 他们自己种芥菜 自己腌客家酸菜 因为地处高海拔 日夜温差比较大 所以这里的酸菜吃起来滋味相当的脆甜 做成的酸菜鸡汤 不仅仅汤头回甘 鸡肉鲜甜软嫩 另外同样是这里的招牌菜 酸菜鱼 这酸菜鱼不仅吃起来肉质细致 吸附了酸菜的酸香 吃起来十分开胃 饭局阳光乍现 天光云映 遥遥四周 千变万化的云海翻涌 云库奔腾的独特景观 这里是苗栗三亿乡 海拔八百多公尺的山顶 汤家住在这里已经两百多年 汤志清和父亲正忙着采收新鲜芥菜 这片菜园的菜都是我爸他很用心地去栽种 每一个菜很认真的去种 吃肥 浇水 这片三公顷的菜园每天一大清早 父子俩就来这边种菜采菜 占地力优势 在山上种芥菜每一棵都没有苦味 你要日夜温差够大的地方 菜就比较 种的芥菜就比较不会苦 对 你日夜温差不够大 芥菜铁定要苦 栽种期近八十天 重达六斤的芥菜最适合做酸菜 不放防腐剂 只加入纯粹的盐巴腌渍 无法制作没变 唯一改变的是 用机器取代人力 用手 两步去用手这样搂 搂到晚上 那个两点多统统要弄完 都很辛苦 我就想办法来用这个来搂 搂比较快 一桶五十颗 假如用这一台大概十二分钟 那你假如用手工搓揉 可能要一百二十分钟 快速又省时 接着重头气来了 一颗颗芥菜放进半个人高的桶子 压上石头 采酱石 有时这样的腌制时间 得长达两个月 你假如在这个发酵过程里面 天气好 我们就是要去采动酱石 因为我们加 施压下去的时候 我们加压下去的时候 一采动酱石 一采一放 那它底下的水会滚动起来 对 那它整个 整个菌会养得比较好 腌好的酸菜就交给妻子刘淑芳处理 嫁入汤家十多年 她跟着婆婆学习许多客家菜 对啊 我婆婆带我像女儿一样 所以她就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成交 都一点脾气都没有 超好的 从当初对料理一窍不通 到现在烧了一首好菜 正在料理的是酸菜鸡汤 是标准的客家味 煮这个很简单 就是只是酸菜 然后加上我们的鸡肉 放一点盐巴一起煮 更能够带出它的酸菜的味道 取酸菜的精做成酸菜鸡汤 另外酸菜的叶子也别有用途 我们就是利用刚刚我们的酸菜 不是有精的部分就煮酸菜鸡 那我们叶子的部分就不浪费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切一切 然后经过爆炒的方式 让香味出来之后 加点酱油 然后它就是可以变 我们就熬 熬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待会把蒸好的鱼上面淋这个酱 就变成酸菜焖鱼 天然古法酿制的酸菜 做什么料理都好吃 酸菜焖鱼吃得出鱼肉的鲜 和酸菜的爽脆 酸菜鸡汤喝起来酸香甘甜 配上汤家自己养殖的玉米鸡 肉质扎实又有弹性 他们因为自己有菜园嘛 所以他们都是自己种 而且强调没有农药 所以我们觉得 而且它又煮得不油 所以吃得很放心 而且他们鸡也是很甘甜 肉质也很有嚼劲量 很好吃 它这个鱼鱼吃起来蛮新鲜的 加上酸菜 有一点咸咸又甜甜的味道 感觉还不错 在四面云海环绕的欧式城堡里 一边赏云海一边尝美食 当初会在这里开餐厅 是因为三十年前 苍至青的母亲原本在家主客家首路菜 给王范的登山客吃 好味道成了口碑 听从客人建议开起餐厅 现在母亲年纪大了没有长厨 但还是负责晒福菜梅干菜的工作 腌酸菜是爸爸的工作 腌做后制变成福 做成泡彩福菜跟做梅干菜是妈妈的工作 也就是分工 这样他们两个才比较不会吵架 不是吗 遵循古法制作 经过日晒 酸菜叶子做成了梅干菜 酸菜的精成了福菜 经过曝晒过后就会变成这两样东西 我们在曝晒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把叶子先取下来 那叶子的部分就是这一个梅干 我们做梅干扣肉的梅干 那它的精的部分就是胖菜 那我们做梅干扣肉就是梅干本身 它就是要另外熬 这个梅干至少要熬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的控肉是另外控 控好之后两个再混在一起 这样子又再控一个小时 这样子 这道梅干扣肉 五花肉肥瘦适中 搭配入口甘甜的梅干菜 咸香滋味十分下饭 梅干扣肉就是煮得刚刚好 不会很油也不会很咸 很入味 另外用福菜做成的福菜肉片汤 五花肉片鲜嫩 汤头淡淡的酸香韵味 冬天吃来全身暖乎乎 早期小时候就是每天读书上小学 待会要走十二公里 每天就是下山爬山这样子 汤志青从小在这片山林长大 对这里有难以割舍的情感 八年多前 他不忍年漫的父母操劳 决定放弃早紧工程的工作 返乡帮忙 做工程 赚了钱没了健康 现在回来做山上的工作 吃得健康 空气新鲜 喝得水质又好 然后可以工作又可以赚钱 对不对 还可以也是陪伴老人家 一举复得 汤志青现在用心经营自家民宿餐厅 享受养鸡种菜的铁人乐 在这桃花园里 让山城里的酸菜味继续飘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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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